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同样的要把这几种法的形式里面 它的效力层级也要做一个掌握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内容 需要大家做掌握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六种法的形式又出镜了 放到一个图里面 那么你们就会看到 这里说效力层级 宪法至上 那么我们把这个宪法放在这个图的最上面 宪法至上 那么第二点呢 说到什么呢 说到上位法由于下位法 我们叫它纵向冲突 为什么会有效力层级 因为法律和行政法规 这两个形成的规范性文件 那么他们之间可能对同一个事项规定会有冲突 那么所以有法的效力层级 到底听谁的 对不对 同一个事项 不同的依据 那么到底听谁的呢 这叫纵向冲突 有上下位关系的 我们把它叫做纵向冲突 那么上位法由于下位法 同样还是看我们这个图 宪法至上 那么对于行政法规来讲 法律就是它的上位法 所以这两个冲突 听谁的 显然听法律的 举个例子 安全生产法 优于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因为某某法 优于某某条例 所以法律优于行政法规 同理的 往下看 那么行政法规 优于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 它的效力等级 要优于地方政府规章 行政法规 又优于部门规章 这个图 大家要把它重点掌握 知道 这六种法的形式 它们的上下位关系 发生冲突了 到底谁在上 谁在下 这是需要各位进行重点掌握的 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 那么第三点 这里又说到了特别法 优于一般法 什么叫特别法 招投标法 优于合同法 为什么呢 因为在合同法里面 它的内容中 有相应的招投标的相关条款 然而又把这些条款 又设立了招投标法 招标投标法 所以相对于合同法来讲 这个招标投标法 就是一个特别法 在这些条款上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那么特别法是优于一般法的 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么新法 优于旧法 什么是新法 物权法 07年 担保法 95年 那么很显然 对于担保法来讲 物权法是新法 所以新法 优于旧法 那么通过这个 这一页的PPT 这一页的内容 大家会发现 如果说老师 这个旧的特别和新的一般 发生了冲突 怎么办 你不告诉我 新法 优于旧法 特别优于一般吗 如果这个法律正好是 旧的特别和新的一般 打一个十字交叉 到底怎么来办 到底是用谁 还有 那么老师这个图 只化了上下位法律之间的纵向冲突了 好了 那么有同学问了 这两个发生冲突怎么办 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 发生冲突 到底如何适用 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发生冲突 如何来办 我们这里有三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 旧的特别 新的一般 发生冲突怎么办 还有就是这个图 那么 这里面 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冲突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 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发生冲突怎么办 那么我们带着这三个问题来看 继续往下 那么 好 那么做题 做题 先把刚刚我讲的咱们巩固一下 那么 关于法的效力层级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道题呢 相对来讲 综合性比较强 考了具体的表现形式 又考了上位法 由于下位法 考了法的效力层级 法规一上来呢 为什么给大家做这个思想建设 打预防针 心理建设 因为确实是第一章第一节 最抽象 也是最难 所以一上来呢 讲的也是相对来讲慢一些 好 我们来看啊 你得把它还原一下 看这个A选项 考法的效力层级 他这个A选项给的是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 叫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那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叫某某条例 属于行政法规 高于某某法吗 行政法规高于 法律吗 看一看 显然A选项不对的 说法了 那么B选项 北京市夜间施工管理办法 带地名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叫某某地某某办法 叫什么 叫地方政府规章 你马上脑子里啊 要反映出来 这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它属于哪一种法的形式 叫地方政府规章 高于 某某地某某条例 地方政府规章高于 地方性法规吗 不高于啊 C选项 天津市不动产登记管理规定 这叫地方的 政府规章 某某规定 某某地某某规定 地方政府规章 高于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这带不带地名 不带 这是一个行政法规 一个地方政府规章 会高于一个行政法规吗 显然不高于 所以这也是错的 所以正确答案是D 这个行政法规 它的效率等级 是要高于部门规章的 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 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 那么这是一个部门规章 行政法规高于部门规章 所以正确答案是D选项 所以这种题目 大家要会做 这样的题目 这个难度 是在我们2017年的法规考试 是这么出道的 这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题 考了两个内容 第一 给到具体的表现形式 你要知道属于哪一种法的形式 第二 还要知道法的形式之间 上下位之间的关系 第五 需要有关机关裁决适用的特殊情况 那么这个内容是我们2019年 也就是今年一件刚刚考到的一个内容 大家也要做重点的掌握 这也属于我们法的效率层级的一点 那么刚才我们提了三个问题 一 二 三 这里 括弧一二三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旧的特别和新的一般 我们看新的一般和旧的特别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试用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这属于 有关机关来裁决适用 我们把它叫做横向冲突 什么叫横向冲突呢 就是在法的效率层级 刚才我讲的这个表上 上下位关系不存在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横向冲突 那么这时候法律 两部法律 比如说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 这是两部法律 那么他们新的一般规定 与旧的特别规定 发生冲突了 那不能确定如何试用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这个你不要背 你背什么呢 你要背法律到底 是谁制定的 其实之前已经让大家记过了 就是我一上来给的大家那个表 法的形式 那么它的创制机关是谁 法律的创制机关 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同理我们看 行政法规发生了冲突 国务院裁决 同一机关 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 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 由制定机关裁决 所以实际上 各位 你只需要把简记看懂就行了 制定机关裁决 谁制定谁裁决 适用于 新的一般与旧的特别 这两种 法的形式 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裁决 谁制定谁负责 好 我们来看 刚刚考到的 19年的这个题 这是一个单选题 好 我们来看啊 这说的是行政法规 就考它的制定主体 对不对 两个行政法规 发生冲突了 那么到底谁制定的呢 行政法规 找国务院制定 最正确答案是A 好 括弧四 我们讲到的是横向冲突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把它叫做跨界冲突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 地方性法规 和部门规章之间 那么地方性法规 马上大家头脑要转 转什么 到底谁制定的 一看地方性 我刚才讲了 马上想到省级社区的市级 那么法规是什么 条例啊 对不对 是人大呀 对不对 所以是什么 权力机关 这是一个权力机关制定的 是地方的人大及常委会制定 而部门规章呢 是国务院各部委 他是行政机关制定 所以大家来看 为什么叫跨界冲突 一个权力机关制定 一个行政机关制定 他们就发生了跨界了 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要走流程 这是法定的流程 由国务院提出意见 国务院认为 适用于地方性法规的 应当决定在该地方 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认为适用部门规章的 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那么也就是说 他提出意见 无外乎两种情况 两个发生冲突 一个是适用他 一个是适用他 那么看下边的图 看图就好 国务院 作为行政机关的 最高权力机构 他如果认为 适用于权力机关 适用于对方权力机关 制定的地方有法规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规定呢 就这么规定 就适用地方有法规 也就是说 行政机关最高权力机构 认为都是权力机关队 那么就适用权力机关 制定的地方有法规 如果行政机关 最高权力机构 这个国务院 认为他自己下属部门队 部门规章 是行政机关 制定的 那么认为自己这边队的话 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裁决 体现什么呢 大家记在讲一边上 体现了 权力机关 与行政机关 相互制约的原则 体现相互制约的原则 那么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我还是没听太明白 所以我下边写了个简记 叫做家长裁决制 那么这个我换一种 换一种 换一种讲课的方式 再给大家讲这个 什么叫家长裁决制呢 两个小孩 打架了 小张和小李发生了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 学校把他们的家长找过来了 那么这时候老张出山了 这时候老李也出山了 好 那么老张 他如果说 想化解这个问题 那么他如果认为小李对 老张如果认为对方的孩子对 那么这时候 是不是问题很容易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矛盾就解决了 那就对方孩子对就好了 那么如果老张坚持说 我自己孩子对 老张认为小张对 那这个问题想解决 是不是需要老李认可呀 所以需要对方的家长来认可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家长裁决制 好 同理我们换到这个图 国务院 他是行政机关的家长 最高权力机构 如果他认为权力机关对方对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国务院 就坚持认为自己的孩子对 行政机关的部门规章对的 那么这时候想解决问题 是不是要全国人大朝会裁决 对方认可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家长裁决制 这是我们相对来讲 特殊情况里面 比较难的地方 这是一个难点 大家要把它掌握 同时体现了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相互制约的原则 好 再来往下 第五点 那么部门规章之间 比如说 住建部和应急管理部 这是两个国务院的部委 部门规章之间有冲突 那么找谁呢 找上级 国务院 裁决 那么如果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发生冲突 那么同样的也找国务院 比如说一个省的 对吧 叫地方省级的 这里啊 说的是省级的 和这个 和这个国务院的一个部委 那么部门规章 发生冲突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同样的 找共同上级机关裁决 这是我们说到的 共同上级裁决 那么第六点呢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律 与法规 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裁决 大家要知道 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就是授权主体 为什么他裁决 因为他是授权主体 他授的权 所以他裁决 这是我们讲到的 特殊的情况啊 我们一共讲到了这么几种 第一种裁决方式 叫做制定机关裁决 谁制定 谁负责 你需要把制定主体 给他记下来 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行政法规是国务院 那么谁制定 谁裁决 第二种 我们讲到了跨界冲突 那么你要知道 家长裁决制 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相互制约的一个原则 第三种 我们讲到了 就是这个共同上级裁决 国务院来裁决 部门规章 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务规章之间的裁决方式 那么除此之外呢 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 它是一个授权的主体 所以谁授权谁裁决 这是我们讲到的特殊的情况啊 好 我们做一道题 关于法的效率层级的说法 正确的是 关于法的效率层级的说法 正确的是 我们看ABCD 这个题是18年的一个真题 相对来讲呢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把前面的一些支点呢 都放在一起了 什么叫一分考试句 这就叫一分考试句 一上来我给大家讲了 难度为什么增加呢 综合概述题增多了 我们看A 当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不一致时 适用一般 那很显然这是错的 对吧 应该是特别 地方性法规的效率高于地方政府规章 这考什么 考的是我刚才在我后背后边 那个图啊 上下位关系 对不对 那么地方性法规的效率高于 本级地方政府规章 对的 同一级 比如省 比如省级的地方性法规 和省级的地方政府规章 那么他们两个就是 左边高于右边 C 特殊情况下 法律法规可以委为宪法 什么叫做宪法之上 对不对 D 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 仅次于宪法 宪法 想想我刚才那个图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中间还有个法律呢 对不对 所以 显然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B 根据立法法 什么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 由国务院裁决 找国务院裁决 A 行不行啊 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 要不要国务院裁决啊 不用啊 因为同一个级别 地方有法规 就高于地方政府规章 这不需要国务院裁决 这是上位法 由于下位法 所以A不能选 部门规章 刚才我举例了 对不对 应急管理部和住建部 两个国务院的各部委 发生冲突 那肯定去找上级机关国务院 这个我们讲了 是不是要用家长裁决制啊 跨界冲突 肯定不是国务院自己去裁决 要国务院提出意见 要走流程 B选项 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 与旧的特别规定 好了 那么同一机关到底是啥呀 没有说 所以这个也不敢选 有可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啊 不一定是国务院 对不对 E选项正确 地方政府规章 部门规章 所以正确答案呢 应当选B和E 好 那么第六呢 我们说一说备案和审查 这个内容 大家做了解就可以 做了解就可以 好 我们来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 单行条例 规章 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 依照下列规定 报有关机关备案 好 那么这里 有个表啊 我给大家看一个全貌 123456 有个表 那么 这里关于备案 宪法法律是不需要的 多次出境的六种法的形式 宪法法律 在这不参与了 那么剩下的就变成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地方用法规 自治条例 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 又出境了 那么他们的备案 大家也千万别死寂 这里总结三个字 叫什么呢 叫向上看 怎么往上看呢 我们来看行政法规 谁来告诉我 他的制定机关 马上马上告诉我啊 行政法规谁制定的 很好啊 国务院 好 那么国务院 他已经是行政机关的 最高权力机构了 对吧 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 他已经是最高权力机构了 能不能说 哎 国务院制定个行政法规 我自己在自己这儿备案 那还叫备案吗 显然不叫 一定要找别人去备案 才叫备案 对不对 所以 已经最高了 找什么呢 找立法机关 找权力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所以这个支点 如果考到这儿 考到备案 大家还是去想他的制定主体 千万别死记 行政法规 国务院制定 国务院已经是最牛的行政机关老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只能找权力机关 再往下 部门规章 部门规章谁制定的 国务院各部委 向上看 找谁备案 找国务院 找上级去备案 再往下 地方性法规 那他就已经属于地方制定的了 好了 那么分成省级和市级 我们先看省级 这个级别高的 作为地方省级的 法规 那么这时候 他要向中央备案 一个省长 他要汇报工作 找谁呢 是不是 省长 那在地方就已经第一大员了 是不是找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不对 所以 省级向上看 那就是中央了 所以中央又不能厚此薄彼 国务院也是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叫中央 所以 双备案 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去备案 这是我们说到的省级 好 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社区的市级 那么他比省级低一级了 要受规矩 他不能直接找中央 省级 省级是不能被掠过的 所以社区的市级 他的上级领导是省级 社区的市的地方用法规 是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去批准的 所以在这里 社区的市级的地方用法规 省级批准之后 由省人大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省人大直接对中央 那么刚才我们又讲到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我说了 它是自治区才用的 大家把它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 第四点 社区的市的地方用法规 同样的 由省人大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进行双备案 报中央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那么这里 自治条例 单行条例报送备案时 那么应当说明对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做出变通的情况 最后呢 就剩地方政府规章 那么简单了解就可以啊 那么地方的肯定找 肯定是双备案了 那么这时候 地方政府规章 找他的上级国务院 同时呢 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委员会来备案 把这个备案呢 大家简单的看一看啊 主要把这个原理记住啊 向上看 找上级机关去备案 那么没有上级机关的 权力机关 人大常委会 备案形成法规 好 我们来做这道题 关于地方性法规备案的说法 正确的是 好 这一部分呢 确实有点绕啊 因为大家第一次学啊 你们回去以后呢 可以听一听这个录播 我觉得这个第一章的内容 不仅限于第一章第一节啊 整个第一章所有内容都值得大家多听两遍啊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 首先看A选项 社区的事的地方用法规 应当报 省级 人大常委会备案 首先社区的事 地方用法规 都是报中央 这里不是报省人大 而是由省人大 报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 所以这A是错的 B选项 自治州的单行条例报送备案室 应当说明 做出变通的情况 正确 C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 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好了 那么省级的地方性法规 能不能够只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呢 不能 刚才说了 不能后此薄笔 还有国务院 对吧 所以C也是错的 那么D选项 自治县的单行条例 由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错在了自治州 人大常委会 这个单行条例 刚才我讲了 就是社区的事的地方有法规 那么应当谁报呢 应当省人大常委会来报 不是自治州 所以是错的 正确答案呢 应当选 B选项 好 我们再来一题啊 以下说法 让选不正确的 这个题考察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第一章第一节的很多个知识点 大家来看一看 哪个不正确 我刚才上课之前已经给你们做了心理建设了啊 你们能听懂60% 那么第二遍就能听懂80%到90啊 那么这是最难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 哎 这个内容对你来讲还OK 那么后面的都是Easy啊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啊 我看有学员选对了 那么首先我们看A选项 这个肯定不难的 某某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这很简单是对的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不能选啊 我先画钩 这是对的 让选不对的 对吧 法律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这考的是制定主体 很基本的知识点 质量管理条例 某某条例 国务院制定 对不对 对不对 行政法规啊 国务院制定对的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律 法规不一致 由国务院裁决 谁授权的呢 不是国务院 我刚才讲了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以C错的 D部门规章制定后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哎 部门规章 备案 我说了要寄向上看 部门规章是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 那么国务院各部委 他制定部门规章后 找向上的 找谁 找国务院 肯定不找全国人大常委会 错的 那么一选项 市级地方性法规制定后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那么这里大家特别要注意 这是市级地方性法规 他能不能直接对中央 显然不行啊 制定后 要有省人大 制定后 有省人大 他来报 两级中央 所以 E也是错的 我看刚才有学员选对了 C D和E 是不正确的 好 那么 第一章 最后一个大的 知识点啊 最后一个目 叫做建设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法律的关系 那么到这儿以上都是比较形式上的 都是比较难的 到这儿就很简单了 啊 可以说这部分内容 连考了两年了 而且考的都是白给分的 近两年1819 就这一页的PPT这几句话都考了 那么大家看什么叫做建设民事商事法律关系的特点 啊 那么先看看概念 建设民事商事法律关系是主体之间的民事商事权利和民事商事义务关系 民法 商法调整一定的财产 人身关系 那么首先 这个民事商事关系的主体 大家把这个画一下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都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这叫平等主体 民对民 平等主体 那么建设民事商事法律关系 主要是财产关系 当然也包括人身 但是什么为主呢 财产为主 啊 我们说合同关系 对吧 那么 建设民事商事关系的保障措施具有补偿性和财产性 民事商事关系以财产补偿为主 好 为主的是财产 记住这个啊 财产关系 民事商事关系的主要关系 那么 那么 以财产补偿为主 惩罚性和非财产性责任不是主要 不是主要的民事商事责任行事 啊 主要是补偿性财产性 那么 以财产补偿为主 这是主要的 惩罚的 不是主要的 合同关系是一种民事商事 啊 民事商事的关系 好 我们简单的把这个看一看啊 就可以掌握了 这个没有什么难的 作为道题 关于建设活动中 民事商事法律关系的说法 正确的是 看一看18年 好 这个题很简单啊 A错在 说不是平等主体 B错在 非财产关系 肯定是错的 说惩罚性的责任 是这个主要责任行事 这三个都错了 所以正确答案是D啊 合同关系是一种民事商事的法律关系 好 那么 最后呢 每一小节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知识点的小节 啊 就是我这一个小节 我到底给大家讲了多少个母题知识点 啊 就是整块的我们把它叫做母题知识点 那么这个知识点可有很多种出题的方式 我罗列了一下 给大家简单串一下 啊 你们再听一听 一上来我讲了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说到了一个概念 那么叫法律部门 大家做了解啊 知道行政法 民法商法 宪法及宪法相关法 对吧 这些都是法律部门 就可以了 那么重点在于这两个 法的形式 我让大家要记那个表 到底哪一种法的形式 谁创制的 它具体 怎么表现的 对不对 拿行政法规举例 国务院制定的 那么某某条例 这叫做行政法规 那么这里谁制定表现形式如何 各位要重点的进行掌握 这是第一章第一节的重要的基础知识 只有听懂了这儿 后面才好去理解啊 那么法的效率层级 说六种法的效率层级 那么给大家一个上位法到下位法的一个这个示意图 那么大家把这个示意图一定要知道 那么这里呢 常考的是这个律政部 啊 我写到这儿 哎 这怎么用啊 律政部 法律 它是由于行政法规的行政法规的效率等级 又是高于部门规章的啊 简称为律政部 啊 大家简单知道就可以 那么这是这三种法的形式之间的上下位的法的关系 法的效率层级 那么特殊的情况 我讲了三种裁决方式 第一种叫谁制定谁裁决 那么需要各位一定要知道它的制定主体 那么你才能掌握这第一种 谁制定谁裁决 第二种叫家长裁决制 你要知道这是个跨界冲突 体现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相互制约 第三种我们说共同上级裁决 国务院裁决 那是部门规章发生冲突了 或者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之间有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国务院来裁决 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 我刚才讲到了国家的主权 国家机关的产生 仲裁诉讼 民事金融经济 对吧 现实人自由犯罪 那么这些一个是重要的一个常规的 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批准和公布 简单了解就可以 那么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对吧 环境保护的 可以走社区的市的地方用法规制定 市级的地方用法规谁批准呢 对吧 省级的人大常委会来批准 那么批准谁来公布呢 对吧 谁制定的谁公布 大会主席团可以公布 那么常务委员会可以公布 备案和审查 那么关于备案 我们说三个字向上看 包括了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 和省级地方性法规 市级地方性法规 建设民事商事法律官吏的特点 平等的关系 财产关系为主 财产补偿为主 啊 简单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章 第一节讲到的所有的支点 啊 再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好 那么第一章第一节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所有的这个内容啊 难度 最难的也就不过如此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来讲第一章第二节 大家对比一下 这两个小节从难度上啊 你们体会一下 是不是感觉第二章 哎 一下就简单很多了 那么第一个内容呢 就是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那么首先大家要掌握这个法人的概念啊 理解什么 理解概念 理解原理 那么法人的概念 大家提炼一下这两行字 主位宾 你们来看一看 提炼完了 剩下什么啊 法人的概念 提炼主位宾 很好啊 这个 有同学说对了啊 好 法人是组织 就是这个意思 法人是主 主语 位语 宾语 法人的概念 就这五个字 法人是组织 所以我后面括弧里写了 法人不是人 是组织 那么他这个组织呢 是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所以我们叫他法人是组织 一定记录这五个字 这是法人最重要的概念 好 我们看下边这个图 啊 说甲 乙 丙 三个人 那么他们合伙开了一个A公司 所以我们把A公司 叫做法人 他是一个能够独立承担义务的组织 那么甲某他的威望最高 出资比例最高 所以他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那么法定代表人 他是一个自然人 而法人是组织 把这两个概念要会区分啊 法定代表人是自然人 法人是组织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再来看法人成立的条件 也是需要大家掌握 那么法人法人 所以要依法成立 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 住所财产和经费 也就是说有名 有地方啊 组织机构有地方 有钱 有有名 有地 有钱 啊 那么独立承担责任 有法定代表人 这是他的成立条件 这四个内容 啊 大家把它掌握 那么其中有必要的财产 或者经费 是法人进行民事活动的物质基础 啊 有钱 才是基础 一切的物质基础 那么这也是我们 19年啊 刚刚考的一个细节内容啊 大家知道 那么法定代表人 依照规定 代表法人 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 首先刚才讲了 他是一个自然人 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那么以法人的名义 从事民事活动 其法律后果 由法人承担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里 法人承担责任 不是法定代表人 而是法人 因为法人这个组织 它是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 法人章程 或者法人权力机构 对法定代表人 代表权的限制 不得对抗 善意相对人 那我举个例子 什么意思呢 说张三是A公司的法人 他是法定代表人 张三 他代表A公司 那么这个时候 公司的章程 法人章程 告诉你 张三 你只能够代表这个公司 签订一个亿的合同 限定了最高合同限额 于是乎呢 张三和李四 他们俩签了个合同 那么签了多少钱呢 签了两个亿 签了两个亿 那么签了两个亿合同 这个时候 能不能对抗李四 这合同有没有效 显然 李四 他不知情 所以 他叫做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这里相对人是李四 所以首先合同是有效的 大家要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 法 这才叫做这个法人章程 或者法人权限 权力机构 对代表 对法定代表人 代表权的这个限制 这个一个亿 他对不对抗 李四 不对抗 那么这里 大家把这个善意 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不知情 所有我们教材中 后面提到的关于这里说到的善意相对人 大家理解为这三个字 不知情 那么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也就是说李四并不知道这一个亿 对张三的这个限制 所以同样的李四作为相对人来讲 他是一个善意相对人 善意相对人 大家知道就可以 这个内容 所以说法律是惩罚恶意人 保护善意人的啊 好 再往下呢 法人概念的延伸 大家也做简单了解 那么这里牵扯到四个公司 我们来看 这两对概念 一个叫总分公司 一个叫母子公司 好 我说两句话 各位 你们判断一下 我说的对 或者不对 那我来说啊 第一句话 说 分公司使用总公司的资质 去进行投标承揽工程 第一句话啊 分公司使用总公司的资质 去投标承揽工程 第二句话 子公司使用母公司的资质 投标去承揽工程 那么 你们来告诉我啊 这两句话 对或不对 很好啊 有同学说对了啊 第一句话 分公司使用总公司的资质 去投标 这是对的 子公司使用母公司的 不对 原因很简单 大家知道 分公司它是其他组织 它不是法人 它不能独立承担责任 所以它拿总公司的 去投标 啊 那么子公司和母公司 它都是法人 两个公司 独立法人 子公司是有自己资质的 也有自己的营业执质 那么这个时候 他还拿着母公司的去投标 那这是属于违法行为 所以 第二个是不对的 第一句话 分公司使用总公司的是对的 这里大家要掌握一个概念 那么就是 刚才我说的这四公司 只有分公司是其他组织 啊 把这掌握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做2019年这个题啊 很简单 大家来看选什么 应该能够秒出答案 对吧 有钱啊 没钱啥都干不了 它是物质基础 正确答案是C 再来看一看 理解理解 什么叫法人成立的条件 下列 主体中属于法人的事 想一想 我刚才讲到的法人成立条件啊 依法成立 第一条 对吧 有名 有地点 有经费 独立承担责任 还有 有法定代表人 好 有选C 有选B 有选D 好 这个选B的学员 我认为是最不应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讲了 分公司是其他组织 刚刚讲完啊 他怎么能属于法人呢 不能独立承担责任 分公司啊 项目部没人选吧 对吧 施工项目部 这肯定不对 那么某大学建筑学院 好 那么有建筑学院 就有物理学院 对吧 就有数学学院 这能代表大学吗 显然不可以 对不对 不能独立担责啊 某乡政府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是D选项 啊 这个大学的建筑学院 算是它的分支机构啊 所以它不能够 独立的承担责任 所以它不是法人 只有D选项是正确的 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法人的分类 那么这个表格 需要大家掌握啊 这是第二个重点的支点啊 那么刚才我讲的 需要大家掌握的是法人成立条件 各位把它掌握 第二个内容 法人的分类 你也需要把它掌握 那么这里重点掌握这 成立条件 好 分类 很简单 盈利的 非盈利的 特别法人 就是这三类 那么盈利的顾名思义 就是分配利润 盈利为目的 那么相对的 非盈利的 就是不分配利润呗 对不对 不分配利润 是公益的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盈利法人和非盈利法人 那么成立条件里面 我们先来看盈利法人 那么盈利法人是需要登记的 你们把它画下来啊 登记成立 营业执照 签发日期 为成立日期 这是盈利法人 哎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特别法人 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 从成立之日起 我扩胡了一下啊 这是我扩胡上去的 不登记 你把它画下来 也就是特别法人不需要登记就具有法人资格了 所以上边的盈利法人是登记才能有法人资格 而特别法人是成立之日不登记就有法人资格 最后我们再来说非盈利法人 非盈利法人 需要登记的登记成立 不需要登记的成立之日具有法人资格 那我们看到了 非盈利法人就是考试的难点了 到底他取得法人资格 到底登不登记呢 看情况 就这三个字 需要登记的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就不登记 所以一三很简单 一个登记一个不登记 二非盈利法人 他是可登记 那么也有可能不需要登记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容易错的地方啊 这是成立条件 那么再了解一下表格的最后一列 到底哪些情况 哪些个公司 他属于盈利 哪些属于非盈利 哪些属于特别 股份有些公司有些责任公司 这些都是为了分配利润的 他属于盈利法人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啊 这个后面还会出境 就这两个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那么他体现的都是公权力 代表 代表群众利益的公权力 那么这些都是非盈利的 大家简单知道就可以啊 了解一下就行 那么特别法人 包括了机关法人 这是什么呀 机关法人 各级政府 叫不要机关法人啊 对不对 各级政府算特别法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啊 农村信用合作社 那么这属于特别法人 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啊 村委会 这个都是属于特别法人 那么这个啊 我们应试一下怎么记呢 你看啊 这有一个机 这有个机 这有个农啊 这有个农 一共说了机关法人啊 农村的啊 城镇农村的 还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啊 两个机 两个农 应试 怎么样 两农带两机 啊 两农带两机 这就是特别法人啊 大家简单的把这个例如啊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做一个题 巩固一下 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说法 正确的有 好 这多选题啊 咱们不能选一个选项 我还有学员选了一个选项 好 大部分学员选完了 很好啊 这是概念 刚才讲到的 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 这是正确的 比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权力的限制 可以对抗善意 第三人 刚才说的是 不得对抗 对不对 我还画了个图 不对抗了一次 过错旅行 职务 行为损害他人 那么由法定代表人承担责任 是自然人担责吗 不是的 是组织法人担责啊 法人应当有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为特别法人 这是错的 法定代表人 他是个自然人 特别法人 他是个组织 啊 这很显然是不对的 正确答案应当选 A和D 下来对于法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我们来看 A 法人可以分为盈利法人和非盈利法人 这是不是很显然错了 还少了一个特别法人啊 B 盈利法人从设立时起具有法人资格 无需经专门机构核准登记 不用登记的是特别法人 盈利法人一定要登记才有法人资格 所以B也是错的 C 特别法人经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核准登记后取得法人资格 各级政府属于特别法人 他不需要登记啊 所以不是核准登记 D选项 盈利法人 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 对的 以盈利为目的 盈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对的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呢 应当选 D和E 好 那么我们简单再了解一下 法人在建设工程中的地位 那么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这些都是参见单位 通常都是法人 建设单位一般应当有法人资格 但也可以不是法人 大家特别注意啊 说建设单位一定是法人 是错的 比如说这里的例外 我举个例子 合伙和独自企业 这两个可以不是法人 但既可以是假方 也可以是义方 所以你说这个参见的各方必须都是法人吗 不是 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简单了解 知道参见各方 不一定都是法人 啊 就可以了 1023企业法人与项目经理部的法律关系 那么什么叫做项目经理部啊 这是一个重点啊 要求大家做掌握的 项目经理部 就是我们施工现场搭的采钢房 那个项目部 施工项目部 我们就叫做项目经理部 啊 哪有工程 你就往哪看 那么 他的现场 有这个临时的周转性用房 那么这就叫做项目经理部 那么既包括宿舍 又包括会议室 还有项目经理室啊 一营俱全 这是项目经理部的标准配置 那么他是为了完成某项建设工程施工任务而设立的组织 工程竣工 验收合格 这个采钢房就搬走了 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啊 继续去建设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项目经理部 所以他并不是公司的一个常设的机构 像你公司的财务部啊 人事部 他不是这种机构 他是一个非常设下属机构 因为工程完了 项目就没了 没有了 项目经理部也就可以不存在了 啊 那么项目经理是企业法人授权在建设工程项目上的管理者 好 那么大家想一想啊 说有一个工地 那么这时候呢 政府的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到现场进行安全检查 那么查到了这个项目经理张三 你们想想查张三查什么 这个项目经理 张三怎么样才合格 好 你们得知道啊 以后你们都会成为项目经理 考了建造师 为啥呢 为了合格呀 对不对 否则案件部门就查你 那你受不了 所以张三 他得有建造师证 对不对 这是一个证还不行 还得有 避本 啊 还得有避证 我们叫的安全避本 这是建委的考试 你除了考 一级老师 然后呢 你还得有避本 然后 这两个都有 你还得被授权 也就是这里的第四点 说到的项目经理是委托代理人 不是法定代理人啊 委托你 在这个工程担任项目经理 那么项目经理啊 是一个工作岗位 再说一遍 项目经理是一个工作岗位 啊 那么你能不能胜任这个岗位呢 成为这个项目的一把手呢 啊 得单位授权你 得单位认可你 你才能当 所以要有授权委托书 所以张三 怎么样就合格了 建造师 证书 啊 那么避本 还有授权委托书 这三个都得有啊 那么最后第五点 是厂考的一个重点 也是这个知识点里面的核心内容 谁承担责任 企业法人 项目经理部行为的法律后果由 企业法人承担责任 是由组织担责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不是项目经理来承担责任 好 我们做两个题 关于项目经理部 积极行为法律后果的说法 正确的有 避本在哪考啊 避本由住建部啊 或者各县级以上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来组织进行考试 好 这个题就很简单了啊 行为显然不是项目经理承担 不具有法人资格 为施工企业完成某向工程建设任务而设立的组织 对的 其行为的法律后果 项目经理不承担也不对 要企业法人承担 所以正确答应当是B C和E选项 某施工企业的项目经理李某在工程 实用过程中定立材料采购合同承担该合同付款责任的事 谁承担付款责任啊 李某定的合同啊 李某定合同谁承担责任啊 好 有同学说了 李某定合同 是不是 行为后果由法人承担 那么这个法人肯定不是李某 不能不能选A 项目经理部也不行 对吧 那么BD 我看到大家大部分学员都选对了啊 企业 而不是法定代表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到了啊 项目经理的法律后果由企业法人承担 那么法人是组织啊 企业法人啊 对不对 施工企业 他是组织 法定代表人 他是自然人啊 所以不能选B 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是错的 啊 所以正确答案组织单则 应当选B 好 那么第一章 第二节 我们就整个都讲完了 那么这一节呢 我讲到了哪些内容 我们看 法人的概念 法人 他 独立的 承担责任 对不对 他是一个组织啊 能够独立承担 责任的组织 那么他的成立的条件 有四条 大家要把它掌握住 首先是依法成立 有名有地有经费 然后独立承担责任 还有法定代表人 什么是法人应当进行民事活动的 这个物质基础呢 财产和经费 法人的分类 这是也要大家掌握的 那么这个法人的分类 分成盈利 非盈利 特别法人 那么大家要特别注意 其中非盈利的法人 是需要登记的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 那么就不登记 具有法人资格 企业法人与项目经理的法律关系 那么他们俩什么关系呢 他是他的非常硕的下属机构 就这个关系 那么这里项目经理 他是要被委托的 要由授权委托书 那么他的行为后果 是企业法人来承担责任 这就是我们第一章 第二节的全部的支持点 好 那么本次课程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啊 那么回去以后 大家要做一件事情 针对我今天讲到的 第一章第一节 和第一章第二节的所有内容 大家要进行学习 要复习 俗话说的好 温故而知心 我们说这个千里知行始于足下 那么这一天 今天这一天19号 那么大家已经开始进行 一金老师的备考了 当然不是千里知行 没有那么夸张 对吧 考试通过 我说了 只要跟着学都能过 所以呢 大家呢 回去以后 只有反复的学习 才能够更好地掌握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那么同样的 咱们下周二的同一时间呢 再给大家往后继续讲建设工程代理制度 和建设工程物存制度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咱们下周一的项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的